我們繼續來講述跟祖瓦拉哈的化身一個小時光。 我們記得祖瓦拉哈是一隻豬的形體。 祖瓦拉哈的兩項活動, 一個是把地球從宇宙的底層抬起來。 地球沉落到宇宙的底層。 另外一個活動就是他殺了惡魔。 Yirang Yaksha,他把整個宇宙都驚嚇了證控。 那祖瓦拉哈就跟祂打鬥,然後把祂殺了。 我們也聽到了祖瓦拉哈和祂不同的兒子。 有一個例子,他們不接受父親的訓令。 他們不接受父親的訓練, 因為他們拒絕了父親的訓練, 而是他們有更高層的靈性的原因。 他們不接受父親的臣子, 他們要保持年輕的身體。 他們要保持自我覺悟。 另一個例子是曼露。 曼露,在另一方面,曼露,他接受父親的訓誓。 除了我們遵循社會規範的話,這就像是他遵守父親的訓誓。 除非一個人是自我覺悟的層次,否則還是要遵守父親的訓誓。 還有另一個例子是曼露。 所以在《國家範歌》裡講到神聖的品質,還有惡魔的品質。 我們認為惡魔性質的品質是什麽呢? 他們認為沒有神,而生物只要進行感官享樂這些事。 而且認為只要是我們的敵人都可以去把他們殺掉。 然後用這樣認為,我們就可以在世界上任意地享受。 所以這就引致了Kriyayaksha的死亡。 然後我們有說到,這個地球上的各種困擾、災難呢,是由於惡魔性質的人口在增加。 如果大自然發生非常強烈的暴動和風, 如果大自然發生非常強烈的暴動和風, 或者狂風暴雨把樹根都拔起來, 或者說太陽、月亮都被遮蔽了, 那表示有惡魔性質很強烈的生物出生。 所以,第四章,就開始了, 在瑪珮瑪說了, 在瑪珮瑪說了, 他想知道, 第十四章,又開始繼續說了。 Vidura就問了Maitreya,為什麼主豪宗的形象跟這個惡魔國王在這邊打鬥。 Maitreya is replying to Vidura by explaining about how Ditti became pregnant at an inauspicious time. Maitreya was describing how Ditti had approached her husband, who was a great sage called Kashyapa, and she requested him to give her a child. Maitreya was saying that Ditti, who was a great sage of Kashyapa, who was a great sage of Kashyapa. Kashyapa told Ditti that you have to wait, because this is not the suspicious time, this is the evening time. It's not appropriate at this time. Kashyapa told Ditti that you have to wait for a long time. Here you can see Kashyapa with his good wife Ditti. Kashyapa actually has many wives. He had accepted, I think there were 13 wives. They were all sisters. Kashyapa's daughters of Daksha. They had inquired the duty of the father to make arrangements for the marriage of his daughter. Kashyapa's daughters of Vidura. Kashyapa still doesn't tell their father who they wanted to marry, but they told their grandmother. 那這些女孩沒有跟父親說他們想要去嫁給誰, 可是他們跟他們的奶奶來說。 所以他們這個奶奶,就是這個姥姥, 就跟那個國王說,他們的女兒都想嫁給這個聖人。 Keshapha是一個很偉大的聖人, 而他有足夠的能力來照顧這樣十三個老婆。 我們知道,在過去,那種類型的東西是很普遍的。 在地球上,女子人數甚多於男子, 所以就必須要有相當的人來照顧他們。 但是一個人要娶比較多個老婆, 這樣的人必須要有資格才可以。 在卡利年代,人們沒有資格, 這就是一個問題。 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人們要維持一個老婆, 這樣一個家庭都還覺得很困難。 那卡利年代就必須要安保他的老婆, 因為他老婆都想要有孩子。 對他來講, 這是比較不一樣的。 其他聖人的老婆都已經有孩子, 可是他還沒有孩子。 所以這就要求丈夫讓他可以懷上孩子。 他也沒有出門, 讓他懷孕孩子也沒有出門。 唯一的問題是,是一個不吉祥的時刻。 因此,Keshapa就先安撫她的老婆來讚揚她的老婆。 因此,一個老婆、一個妻子,一般是怎樣進行她們的重要服務。 一個妻子被認為是丈夫的另外好的一半。 因為她在協助丈夫其他的事務。 老婆就必須留在家裡,照顧丈夫家務的需要,把家裡打掃乾淨整潔。 然後她也幫助丈夫來約制心意跟感官。 Keshapa又在鼓勵她的老婆。 同時,Keshapa又跟老婆說,不要低估了希瓦的重要性。 Keshapa又在夜中。 Keshapa又在夜中。 那時候,西法會跟他那些鬼魂裸落一起出來。 所以,凱西法就警告他的老婆, 這個時候是不吉祥的時候, 必須要等一等。 因為如果你不等的話,你就會冒犯了西法。 Diti,她受到感官的侵蝕, 所以,她就沒辦法控制地抓著丈夫的衣服, 很像一個不吃廉食的妓女一樣。 雖然他們是結婚的人, 但是沒有根據宗教原則的行為, 這樣不是在規範裡面的。 所以,凱西法就有一個義務來滿足妻子的要求, 即便說那個時候是不吉祥的時刻。 所以,凱西法也知道這個時刻是很不吉祥的。 但是,凱西法又忍耐不住, 所以,凱西法又要求她這個佛羅門丈夫, 來幫她去跟西法安撫。 西法和西法是相關於西法的兄弟, 因為西法的老婆也是弟弟的姊妹之一。 西法的老婆也是弟弟的姊妹之一。 西法是長者, 所以,這都是Daksha,這個國王的女兒。 所以,十三個女兒, 他們選擇Keshapa, 所以,十三個女兒, 選擇Keshapa, 這個聖人才會葬禮。 但是,Uma,Sati,Sati,她的願望是嫁給Siva。 所以,由於老婆之間的姐妹關係,Siva和Kashapa也變成親戚關係的連結。 就是妹夫、姐夫這類的。 所以,Diti認為她的丈夫比Siva稍微年長一點, 所以,Kashapa應該可以來安捕Siva。 但是,Kashapa還跟她老婆說, 這個時間是不吉祥的。 而且,她的結婚是,她會生出兩個兒子, 而她的兒子卻又是惡魔性格的。 所以,她會生出兩個兒子。 你會想,喔,很棒,兩個兒子,很棒。 但是,如果她有魔人, 就很棒。 你會想,一次可以生兩個兒子,太好了。 可是,要是這個兒子是惡魔的話,你就等著瞧吧。 有這樣的兒子會去殘殺無辜, 所以,你會想知道,Kashapa是一個非常強而有力的聖人。 她可以知道將會發生出生的兒子。 而且,她也能夠預言, 主位如何出現, 而且會怎樣把這兩個孩子殺掉。 所以,這兩個兒子被殺了, 另一個兒子被殺了, 另外一個是,Singerdale所殺了。 所以,在某些程度上, 這對Diti, 母親, 她會生出兩個兒子, 她會生出神魔, 但她會自殺被神魔。 所以,這就是一個祝福。 所以,這對Diti, 身為一個母親來講, 她也有一些可以安慰的弟弟。 雖然會生了兩個惡魔的孩子, 雖然會生了兩個惡魔的孩子, 但是,又會被主所殺害, 而得到解救。 所以,Kashapa continued to explain to his wife, that because of her lamentation, because of her lamentation, her penitence, and her unflinching faith in the Lord, and because of her adoration for Lord Shiva, and her husband, one of the sons, one of the sons of her son, she would give birth to two sons, so one of her, she would have a grand son, who would be in Prahlad, and he will be a great devotee of the Lord. Kashapa, 就繼續對她的妻子來說明, 就是因為她的妻子聽到這樣在感傷難過, 然後也有一些苦情,苦楚, 但是同時她的妻子就對主有著很堅定的信心, 而且非常地仰慕的Yushiva, 還有對她的丈夫, 她也非常仰慕, 那她的丈夫也是, 然後她, 因為她自己會生出兩個兒子, 一個會被這個, 這個三弟的Varaha殺掉, 那另外一個兒子, 後來會再生出一個兒子, 叫佛拉, 那就是佛拉會變成一個, 一個偉大的貢獻者, 因此, 喲 master deities, 是什麼? 有一位伴神人們的母亲, 所以像Diti,他們這些女子們都不是一般女人, 而就像他們的丈夫是非常傑出的人物,他們也是非常特別的人物。 所以,當時Diti強迫她的丈夫進入無法教育的活動, 當時Diti強迫她的丈夫的活動,她就覺得很罪惡自己進行的非宗教行為。 所以她就在那邊難過著說她做了這樣的事。 她就想要來補償她犯的錯誤,而去做一些苦行。 而且她對自主有強大的信心。 而同時,她對Siva充滿了仰慕。 Siva是其中一個姊妹的丈夫,但她也了解Siva是一個非常偉大的人物。 她自己也對她丈夫充滿了敬意。 所以,Kashapa understood there was a fault in the activity of Diti, but he saw also the good in her. Kashapa understood there was a good in the activity of Diti. Kashapa understood there was a good in the activity of Diti. Kashapa understood there was a good in the activity of Diti. Kashapa understood there was a good in the activity of Diti, 所以她就對自己的老婆來解釋。 她說明說她們會有兩個兒子,而且對兩個兒子的品質非常惡劣。 但是她們其中一個孫子會是主的偉大的奉獻者。 Kashapa understood there was a good in the activity of Diti. Kashapa understood there was a good in the activity of Diti. Kashapa understood there was a good in the activity of Diti. Kashapa understood there was a good in the activity of Diti. Kashapa understood there was a good in the activity of Diti. Kashapa understood there was a good in the activity of Diti. Kashapa understood there were a great Father whose descent into it. Kashapa understood in the processes of Diti are the kind of recruitment of Diti. Kashapa understood there was more depending on how the very birth he would be a great devotee of the Lord from Diti. Kashapa understood there was never a wonderful in the death. Kashapa understood there was still an excellent gift of Diti. Kashapa understood there were both承受 Him Rahe but the good in the Craig. 他思考著世界的福祉, 而且不會對任何人存有不好的感覺。 他會保持平靜、保持平靜、保持平靜。 因此,他會保持平靜、保持平靜、保持平靜。 他會保持平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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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平靜。 他會保持平靜、保持平靜、保持平靜。 他會保持平靜、保持平靜、保持平靜、保持平靜。 他會保持平靜、保持平靜、保持平靜。 但後來,你必須考慮解脫了。 妻子是一種解脫,因為妻子幫助丈夫。 妻子是一種解脫的源頭。 妻子應該是被認為是丈夫的好的另一半。 妻子應該是要與妻子合作, 以充滿所有物質的欲望。 妻子應該是要與妻子合作, 妻子應該是要與妻子合作, 妻子應該是要保持平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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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妻子應該與妻子應該是要保持平靜。 妻子應該要與妻子合作, 妻子應該要與妻子合作。 老婆也必須跟丈夫合作。 男人在生命開始訓練真守身的情況。 如果男人在追逐女人,很難有平靜的生活。 男人在八訓規中,是追逐女人的追求女人。 男人不必須為佳麥善理, 並且女人也必須為佳麥善理, 同樣的女人必須為佳麥善理, 她必須為佳麥善理。 女人也必須為佳麥善理, 女人也必須為佳麥善理, 她必須為佳麥善理, 她必須為佳麥善理。 所以,女人和女人可以混合於佳麥善理, 並且她能夠達成生命的目標。 她能夠更快樂, 她能夠繼續進行靈性的目標。 男人也必須為佳麥善理, 所以男人有一個很大的財務, 要補充妻。 一位丈夫, 要補充妻。 因為丈夫可以幫助丈夫在這世上, 讓他更舒適, 並且他能助到他接下來的生活, 讓他更加靈性的發展。 所以, 她能夠為佳麥善理, 她能夠為佳麥善理, 幫助丈夫在這世上, 為佳麥善理, 和佳麥善理。 所以, 佳麥善理。 佳麥善理, 佳麥善理, 一生也無法完全藏還對妻子的虧欠。 因為, 有一個忠誠的老婆, 對丈夫的幸運, 對丈夫的幸運。 所以, 一人都能夠為佳麥善理, 就算了一般, 更容易達到解脫。 所以, 人在苦相知覺裡的人, 應該是算起來一般能更容易達到解脫。 家裡有的老婆的話,可以幫助丈夫去從事罪惡活動。 家就像一個碉堡一樣,這個老婆就像這個碉堡裡面的主婿官。 所以一個丈夫就要好好脫避於這樣安穩的家,避免去從事其他罪惡活動。 如果一個家裡不平安、吵雜、動亂的話,丈夫的心也會很受打擾, 然後會去外面,去酒吧喝酒,或是去外面另外的女子發生關係等等。 如果兩個人都是Krishnam知覺的話,可以讓他們兩個人生活非常平靜和快樂。 在家裡有一個廟堂或神壇的話,來崇拜神像。 可以邀請客人們到家裡,然後也給他們派發菩薩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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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們看到現代社會非常多的離婚,為什麼呢? 因為人們只想到身體的成面,沒有想到在容性方面的益處。 所以,那種注意力就不是放在靈性上的進步。 所以,那種注意力就不是放在靈性上的進步。 那如果丈夫和妻子同樣的心態,要等到靈性的進步,他們可以和平地住在一起。 所以,我們剛才回來一起講說的是 poems。 我們現在來說, 希瓦,他有一個名稱, 叫做貴婚之王。 我們看到在圖片上, 希瓦騎在一頭公牛, 在圖片上拿著一隻山叉戟, 他用的山叉戟。 希瓦看起來像一個瘋子一樣。 希瓦展示奉獻者們, 要怎樣來拒絕物質世界。 靈性進步是非常重要, 而不能去應付物質上的事物。 希瓦的衣服非常簡單, 而且經常用墳墓的骨灰、土, 塗滿身上。 你都看到, 他的頭髮, 他不會在意, 他身上不太關心, 他不會在意, 他的頭髮, 散亂, 他對身體的裝扮、 舒適, 他不在意, 他是完全的棄覺物質世界。 而且他對人們非常憐憫, 甚至跟鬼魂們交往。 誰會得到鬼魂? 一般來講是自殺的人, 自殺的人就是把自己還應該有受命的物質生, 身體毀掉了。 有兩種類的自殺, 一種是身體的自殺, 另一種是肉體的自殺。 靈性的自殺是自殺的人。 靈性的自殺是人們在抹殺他的靈性身份。 就像假象中人士, 他們的自殺人士, 那種是要抹殺自己的靈性身份。 就像假象中人士, 他們的那種概念, 就是要抹殺自己的靈性身份。 他們的願望是想要融入梵光裡, 跟梵光融合, 抹殺每一個生物個體的身份。 所以,生為鬼魂, 他們是被懲罰, 只有輕微的身體, 但是還是存有的固執欲望。 生物也沒辦法, 那麼容易放棄他的願望。 所以,師傅是這麼憐憫, 允許這些鬼魂成為他們的交友同伴。 我們一般人都會怕鬼, 所以都會趕快聽到鬼, 就會趕快跑啊、離開啊、避免碰到。 當然,他們算是非常不幸的靈魂。 我們也不想被他們擁有, 或被他們抓取。 師傅對他們非常地仁慈, 安排他們可以得到一個有形的肉體之身。 師傅會安排這些鬼魂, 進入非法性行為的女子的子宮裡。 所以,讓他們可以出生。 所以,有時,人們會說, 我認識了人們, 他們沒有婚禮, 他們沒有婚禮, 他們沒有跟隨他們的女性, 他們沒有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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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也不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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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很友善。 有些時候有人會說, 現在有很多的女子, 他們不管對象是誰, 就發生關係了。 而且甚至有的人, 也不管對象怎麼樣, 就會跟他們一起生出一些孩子, 這小孩子生出, 好像看起來還好。 而是, 他們也不覺得, 身體看起來長得怎麼樣。 而是, 他們也許長得不錯啊。 而是, 他們也許長得不錯啊。 而是, 他們的品性是非常不好。 而是, 人們的知識狀態, 會把知識狀態帶入那個胚胎, 引起那個品質的靈魂, 來進入胚胎。 所以我們看到, 奉獻者們生出的孩子, 一般來說, 都是比較好的。 如果說, 有人從奉獻者的家庭裡生出來的人, 有一個代表徵兆, 他們在前一世已經進步的瑜伽修行, 那如果孩子出生在一個未婚女子、 未婚媽媽的胎中生出的話, 這樣就很不吉祥的。 但是, 這些靈魂, 既然為人, 都還是有機會。 我們聽到, 主聖誠者是對所有眾生。 所以, 師父시간告訴我們, 讓我們了解決物質的各種享樂。 他就是一位馬哈爵士, 他教導我們教導我們 奉行和服務, 並在他的例子。 他教導我們如何進行相互愛的原則。 他放棄所有物質的享受, 他教導我們身體。 他教導人, 他教導他們的精神, 他教導他們的精神。 他教導他們的精神。 他教導他們讓他們有機會進入人類的身體。 所以,再次,Diti的錯在哪裏有四項。 首先,她心意被污染了,被感官的欲望受污染了,想要跟丈夫生出孩子。 第二點,她沒有遵循她丈夫的訓釋。 她沒有遵循她丈夫的訓釋。 而且她忽略半神人們的存在。 她可能會說,沒有人在看,沒有人在看。 但師父有三個眼睛。 她三個眼睛,一隻眼睛是太陽,一隻月亮,另一隻眼睛是火。 所以,師父在什麼時候都可以看到發生了任何一切。 但是,因為她那麼被慾望所征服,不去注意到伴神人們的存在。 所以,這是她四個錯誤。 因此,她由於綜合的情況,變成一切都不吉祥了。 結果,她會生出兩個惡魔兒子。 因此,她感到難過於她自己犯的錯誤。 然後,她的依靜性和解釋。 她的憤怒。 她想要求她做的事。 她明白她的錯誤。 然後,她想要來彌補她所犯的錯誤。 她想要進行一些苦行。 因此,她對她的信心和她的愛上的師父, 和她的夫妻,Kishabba, 這些是她的四個資格。 她的好性格。 她跟一個官員說, 她的丈夫仰慕。 她對丈夫的仰慕。 她也因此對她的财富一樣。 Kashyama,她的妻子告訴她, 她的孫子將會成為魔鬼, 但她的孫子將會成為一位偉大的奉獻者。 因此,我們在談談的是, 那些瘋狂的位置, 師傅在拿著那些瘋狂, 拿著那些妻子去世界, 給他們一個身體, 但那些身體將會成為一位偉大的狀態。 因為那些鬼魂可以投生, 而有一個肉主出生, 但是那些鬼魂會投生的身體, 是出生在又一個不好的情況裡。 那些鬼魂被放在那些沒有遵守宗教原則的家庭, 。 世人們就是不知道這些事, 沒有人所獲得這樣的教育。 。 所以,釋述師傅說, 在這個卡利年代, 人們對性生活沒有紀律。 所以, 沒有規範紀律的話, 怎麼可能會有好的孩子出生呢? 。 人們必須知道如何吸引這些好的靈魂來受孕出生。 。 。 而且, 那些女孩在生時, 常常是一種不想要的孩子, 她沒有想要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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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俊娜又說不想要的後代 阿俊娜又說到不想要的後代 其中一個理由是家族中的長輩會被殺掉的。 而家族中如果長輩被殺掉,只有年輕的一輩,他們不會去遵守宗教原則。 如果年輕的男士們是非宗教性的,那年輕的女子也會跟著他們變成非宗教的行為。 當女子變成非宗教性的,他們會造成不想要的後代出生。 阿俊娜說,不想要的孩子出生的話,絕對不可能是社會上快樂的來源。 阿俊娜說,不想要的孩子,那種情況會怎麼見? 阿俊娜說,我看到台灣很多人養狗,沒有養小孩。 阿俊娜說,你養小孩更容易。 阿俊娜說,你養小孩更容易。 阿俊娜說,當然,就能夠採取這些人。 如果是宗教性的,就能夠採取這些人。 他們可能傳出不尊重的情況,但他們能夠採取到人家的標準。 三世經有極少知覺, 可以讓靈魂在不吉祥的情況中提升到人為行為的標準。 有些人被鬼很騷擾、心意很騷擾、不平靜的, 可以透過虧想知覺的念誦程序, 可以得到平靜的虧想知覺生活。 我們解釋了這個事件, Diti和Kashyapa, 如何它引起起初歷, 她生了兩個孩子, 所謂的基祥和不吉祥的結論。 同時,我們也想要了解, Cashyapa是怎樣的理想模範, 一個榜樣, 用我們奉獻生活。 當然,我們不想來模仿Cashyapa。 Cashyapa可以去喝那個毒藥。 Cashyapa可以去喝那個毒藥。 我們不想去模仿Cashyapa。 我們不想去模仿Cashyapa, 把死人的骨灰塗在身上。 但是,她的態度, 為其他人與其他人生存在, 尤其是其他人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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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態度與其他人生存在。 她的態度與其他人生存在。 她的態度與其他人生存在, 她的態度與其他人生存在。 當時他喝的毒液,當時半神人和惡魔兩邊攪拌肉的海洋裡面,想要有甘露。 當時他喝了毒液,當時他喝了毒液,所以他的脖子看起來是藍色的。 所以他的名字叫做藍脖子。 之後他讓天上的橫河的水降臨。 這個水降雨的時候,是心法用它的頭來頂住橫河水。 那橫河的水是從更高的星球降雨而來, 這個時候有個國王的兒子要被殺,所以古巴黎王就把橫河水帶到地球上。 那橫河母親呢? 他想說,如果橫河水降落下來的時候, 那個衝擊力會太大,會把地球衝出地球要走的軌道。 對,就這樣子安排, 然後希巴用他的頭來頂住橫河水降雨的時候, 就不會衝擊到地球。 所以橫河水就從天上降雨到, 然後希巴的頭上,然後再引到希馬拉雅山來發源。 所以我們也提到, 我們也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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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應該怎麼樣來遵循他的模範。 就好像我們說到, 希巴是我們奉獻生活裡面的榜樣。 所以橫河水的品質和行為是很重要的榜樣。 即使他的父親, 即使他的父親在很多種方式殺掉他, 他沒有任何忌憾, 而且他希望他的父親不會去淘汰。 即使他的父親, 即使他的父親在很多種不同的方式殺掉。 因為他心裡沒有存在任何忌憾, 甚至想要救他的父親。 如果是他, 那他父親會選擇, 因此他在招一些所謂的事件。 這樣扛出了人, 他會用了山上的藏橋, 他會把他的中間 ner舌, 他會把他的毒藏壕了, 所以我們也想要來培養這樣的品質。 讓人們看到這樣的品質也會對我們有很好的印象。 我們說到丈夫和妻子應該如何好好合作來進行靈修上的進步。 有很多的偉大靈魂,也都是君士,不見得都是單身、真守、修行的人。 然後,師傅和妻子之間的事。 在故事的生活中,要很小心地教導我們。 在故事餐知覺中,也有一些危險存在。 聖陀佛陀佛說,婚姻生活就像你去吃大餐,然後又要完整地去戒食,去斷食。 因為在君式生活中,有很多機會來感官享樂,所以必須要知道什麼來節制。 最後,對聖陀佛的妻子在正面的、負面的方面的品質。 讓婚姻的行為來討論婚姻的結果。 婚姻的妻子,她所創造的不尊重性, 和善良的質素,帶來不吉祥的情況。 但是她好的品質的部分,就給她後面的禮物和解脫機會。 任何問題? 男人請問她。 任何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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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魂野鬼的靈魂去投身 但是這些孤魂野鬼投身卻是在一個不好的狀態 那這樣子的一個情況是對這樣子的靈魂的一種懲罰 還是說這是他們的業法 我認識她的狐狸的狐狸是有機會去投身身體的狐狸 但這人被投身身體的狐狸是被判斷的狐狸 是一個犯罪的狐狸的狐狸 是有一個狐狸的狐狸的狐狸 是有一個狐狸的狐狸 是的,也算是他們的狐狸 但是希巴很忍實 因為給他們一個機會 這個喇嘛不是永遠都會那樣子 讓他們可以改變 而但是他們會為鬼文的狐狸 與鬼鬼混合體物的狐狸 因為有一個狐狸的狐狸 也很多都會改變 所以如果他們有機會 就不會改變 他們有機會跟奉獻者樂意 如果在鬼魂的躯體,就會很困難。 所以,他們有更好的機會, 可以儘快地結束, 改變他們的喇嘛。 這是師父對他們的仁慈。 如果一個靈魂住在鬼魂的身體, 會永久地在痛苦。 我們永遠都會脫離鬼魂的身體。 Guru Manoj, 我們有聽過, 我們剛才聽過的, 我們有聽過的Qualities, 和Prala Maharaj, 他們非常有趣, 如果我們要去發展這些Qualities, 我們怎麼可以做? 因為我們有我們的狀態。 所以,我們是很難的, 我們必須要離開我們的狀態, 甚至在一段時間的祈禱和服務。 我們用很多條件的限制, 我們被制約這個習慣, 怎麼樣去培養他們的那些品質? 我們被制約的條件狀態是我們的業報。 所以,被制約的狀態可以改變。 只要做奉愛的服務, 只要做奉愛的服務, 並且減減地被克服。 我們都是被制約、被限制的生活。 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被制約的狀態, 但是我們透過奉愛服務, 我們的制約狀態可以改變。 所以,我們必須要更多的精力放在聆聽和念售。 受奉愛的程序, 可以改變我們的業報和制約狀態。 所以,我們可以改變。 聆聽是指,念受聖明的, 還是說,像佛教瓦談。 還是說,兩者。 都是絕對的。 在同時也算沒有分別。 你可以唸聖聖明, 你可以唸國家瓦談, 可以唸國家瓦談, 可以做兩者。 每個人都做了。 你只能進行任何種類的服務。 你只能進行任何種類的服務。 你會更加接近靈性的活動。 你會更加接近靈性的活動。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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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剛才馬拉拉吉有講到說, 那個,如果說自殺的鬼魂, 那個自殺的人, 他就是那個虛罰的人, 會給他投胎在不好的, 就是人種出生。 那如果說,這個自殺的鬼魂, 如果他家裡的人, 有在做妄愛服務的話, 能不能改變這個, 偉魂的, 投生的狀態。 謝謝你。 謝謝你。 對如果你有所在意見, 如果你有所在意見, 如果有所在意見, 能不影響性能夠放在意見 你的身體更加用無理… 只能不著身體更加密性能… 如果我有所因, 如果有所在意見, 但如果有所在意見, 是個身體也會肯成為 擁有是在意見者田裡 如果說他家人在做過外夫是自殺之後呢, 還是他自殺以前就有? 如果他家人在做伴侶的聖誕, 他應該聽了聖誕的名字, 如果這個人在自殺以前, 他家人在做過外夫的情況, 就表示他已經有機會聽到這些聖誕、服務的事情。 不論怎麼樣,他發生了自殺這件事, 當然會是一件讓人後悔的事。 而這個人是有一些希望, 就是他繼續的後世, 會繼續進行奉愛服務。 是有真的這樣發生, 有奉獻者有的自殺。 當然很明顯,他們沒有回到神的王國那裡。 是有奉獻者有的自殺。 如果他曾經奉獻者, 但是都是不知道什麼情況而自殺, 或許他不會變成一個鬼官。 但是可能是變成Shiwa的一個同友之中的。 有可能不確定, 因為這個很多因素很難說。 然後, 其他的奉獻者就像這樣打了。 他們也會祈禱。 等等他會做禮禮, 嘗試請禮令賢問。 然後可以幫助心靈的。 然後其他的奉獻者 為這個自殺的奉獻者來祈禱 然後請求主給這個靈魂 給他仁慈 然後讓他也可以繼續參與 這個痛愛途徑這一類的事情 為他做一點什麼 然後也請求主來幫助這個靈魂 人類的身體可以創造靈魂 和代理靈魂 人類的身體可以創造靈魂 和改靈魂 只有在人類的身體才有這樣的功能 在製造靈魂、創造靈魂、改變靈魂 Karma會把我們放到一個特定的阻境 但是Karma不會強迫我們去怎麼樣行為 一個人怎麼去活動行為 是他個體的自由選擇 而動物Karma就只會完全受盡於夜霸 固定在Karma的附近裏面 所以得到鬼魂身體是Karma 那樣是你一個非公主了 所以他們也要壞著 我們也要壞著 竈魂身體另外沒有在暗夜裡 他們應該不用浮誠 你們也需要在暗夜裡 所以我們也要出現 這句說話 但是我們可以念誦聖明來拯救他們,給他們也忍耐,他們需要這個人死。 以前我們都聽說,小孩子還有父母晚上天內盡量不要出去,應該基本上是根據這個原因。 晚上的一些英文比較多,他們心意比較容易被操擾。 臺灣都做了,女子跟孩子心意比較容易被操擾。 我也想到一個問題就是說,如果我們在路上唱頌聖明,當然是老師剛剛提到說可以利益那些鬼魂,那會不會因為這樣而就是說,因為他們想要… 然後對我們有不好的影響,如果我們能量不夠的話,會有這樣的狀況。 因為他們也想要去找個狀況。 他們也想要去找個狀況。 他們也想要去找個狀況。 如果我們有所謂的狀況。 如果他們受到聖明的狀況。 他們也想要去找個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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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們也想要去找個狀況。 如果他們也想要去找個狀況,他們也想要去找個狀況。 我們不會去找個狀況。 讓他們去找個狀況。 讓他們聆聽更多的念上。 所以說,星期二的講課有提到說, 如果他們也受到假我的影響。 他們也會受到假我的影響。 因為他們也有所謂的狀況。 他們不真的有所謂的狀況。 因為他們也有所謂的狀況。 他們也有所謂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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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時候假我會影響他們。 但是,他們很快會自己糾正過來。 我們在說說, 師傅很容易生氣。 師傅很容易生氣。 師傅很容易生氣, 但師傅很容易生氣。 師傅很容易生氣, 師傅很容易生氣。 師傅很容易生氣, 師傅很容易生氣。 所以說,如果都不生氣的人,表示這個人是一個心情很高的問題。 我們也學習了,在這個靈魂的世界上有嚴重。 因為當慘的Kumaras去Vaikuntha, 當他們沒有進入門口, 他們就變得非常嚴重。 在靈性世界上也有憤怒。 就像這四個Kumaras進到Vaikuntha門口的時候, 被兩個手Vaikuntha擋住的時候, 他們生氣了。 所以他們的憤怒是為了他們的奉愛服務。 如果他們的奉愛服務, 他們的憤怒是為了他們的奉愛服務。 所以在純粹的奉愛裡面是有憤怒的。 大部分都不一樣。 是有憤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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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我們走回。 J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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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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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